北部某科大的理性越南籍的学生 跟同学一同在三重租屋 昨天晚上他趁同学不在的时候 偷偷骑走他价值26万元的黄牌重机 但在行经新装新百大道四段的时候 失控自撞分隔岛 人车甩飞十多公尺外重摔倒地 头部重创倒破在血迫当中 经过送医之后宣告不治 警方抽血验测理性同学并无酒驾 但是他没有黄牌重机的驾照 研判是车速过快失控造货 目前已经投资家属来台处理后事 好 继续大家看到 国道3号28.8公里碧坛隧道内 凌晨发生了严重的公安意外 一名女工人人员在维修排风管的时候 疑似不熟悉升降梯操作 受困在排风机跟升降梯的之间 周护人员出动了破坏器具 花了33分钟救出 无奈送医急救之后仍然回天法术 救护人员站在消防车上 利用绳索以及破坏工具 花费33分钟 好不容易把夹在排风机和升降梯之间的 工程人员救下 并立即对他进行急救后送医 无奈人就回天法术 这起公安意外15号凌晨发生在国道3号北向28.8公里的碧坛隧道内 一名女性国道工程人员在隧道内进行风扇维护工程 不料在操作升降梯上升时疑似没注意到与风扇的距离 导致他被夹在升降平台与风扇之间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警销到场后立即封锁北上全线车道 劳检处出判 死亡的工程人员疑似对机械操作不熟悉才酿成悲剧 根据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 雇主如果没有做好安全卫生设备致劳工发生死亡职业灾害 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病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 至于意外发生的原因和过程还在调查当中 记者彭新美张志人新北报道 大家来关心这条新闻真的是好难过 逆孙挥刀杀阿嬷 张化一名27岁男子跟同住的叔叔发生口角 一致之下挥砍了76岁的阿嬷 阿嬷被波及到头部脸部多处刀伤 甚至肺部遭到穿刺 老人家一度命违 嫌犯甚至将胸刀给砍断 只剩下刀柄 伤害直戏血清一送法办 76岁阿嬷头上裹着纱布 满脸是血被送上救护车 老人家伸中多刀一度命违 而动手的就是他的孙子 犯案后双脚踩破玻璃 一并送医 现场和二名伤者 都只要拍台救护车 请问中心自否收到 逆孙砍杀阿嬷重回现场 嫌犯父亲亲扫客厅血迹 亲生儿子持刀杀阿嬷 他低调不愿回应 到底什么深仇大恨 杀红了眼 甚至连犯案的刀子 砍到断成两截 只剩刀柄 警方说27岁男子 一早在家与叔叔发生口角 情绪不稳 波及老人家 在翻找东西 与其同住家人 有发生一些口角 亲奶奶是遭受到波及 阿嬷的头部 脸部多处刀伤 甚至连肺部也遭穿刺 一度发出了病危通知 送医抢救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邻居说疑似孙子 有吸毒前科 目前警方采尿检验中 逆孙持刀杀阿嬷 让老人家情何以堪 记得陈正伟 杨静武 彭心 彰化报道